林泰鋒漲價了 知名的小籠包一籠貴了10塊錢 過去10顆賣220 現在要230 漲4.5% 但漲最多的是這道小菜 豆芽搭配冬粉 還有海帶和豆干絲 從70變成85 一口氣貴15元 漲21% 不過一盤85的小菜 都能買到一個大雞腿便當 實在不便宜 林泰鋒表示 小菜已經7年沒調價 漲價是不得已 但如今菜單上 有一半品項都漲 平均漲幅約3% 就連肉絲蛋炒飯 也貴10元漲5.2% 現在蛋炒飯 則貴20元漲8.3% 業者說 上一次大規模漲價 是2018年的6月 這回發公告說明 因為各種原料 與營運成本持續增加 調整部分品項單價 就連吃素食也得花更多 麥當勞先開第一槍 Subway隨後跟進 五種口味前領寶調漲 包括香烤雞 照燒雞 後切牛 燒烤牛 和義大利經典都漲 業者說價格整體調整在3%之內 而原因則是因應市場通膨 以及勞動成本提高 影響整體食材成本 那現在看到的是民店 但是後續可見的 很多小吃攤也好 或者是平價的一些商店也好 可能也會因為負荷不了 也有調整價錢的行為 專家認為民店漲價效應 勢必會發酵 後續可能會有更多餐飲業 跟進調漲 恐怕將擋不住這波漲勢 TVBS新聞張明榮鴻 歡迎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